你是不是覺得調整小虎前夾具超慢、超麻煩 每次要固定電路板或零件時 這顆滾輪要滾好久,手都要轉痠了 今天,我教你一個超簡單的DIY改裝 只要5分鐘,讓你一秒調整夾具省時又省力 看看改裝後的效果 這樣是不是超方便啊 接下來,我來教你怎麼做 在焊接時,固定元件是一個大問題 為了讓施工更順利 我們常常會用到輔助工具 這款迷你模小虎前是我最常用的 不論是夾持電路板、電子零件 甚至電線都非常實用 有時候,做模型時也會拍上用場 不過,它有一個小缺點 調整夾具時,要不停地轉這顆滾輪 每次調整都要轉好久,真的有點麻煩 有沒有更快的方法來調整夾具呢? 這次,我要帶你動手DIY 把原本的滾輪升級成手搖搖臂 讓調整速度大幅提升 我是愛手作的寶咖咖 歡迎來到智慧幫的世界 這次改裝很簡單,只要幾個材料 長度20mm的M2螺絲 M2螺帽 7mm長的鋁管 M2螺絲工 1.5mm的鑽尾 中心充 A膠 跟奇異筆 還有固定用的AB膠 第一步 標記並磚孔 先用奇異筆在滾輪的外圍 標記磚孔的位置 再用中心充 撬出小凹痕 這樣磚孔的時候就不會滑位了 接著用1.5mm的鑽尾鑽孔 第二步 公牙 公牙時記住 速度要慢 適時的倒轉 避免公牙卡死或損壞螺紋 第三步 組裝搖壁手柄 先將螺絲穿過鋁管 與螺帽 確認鋁管可以順暢轉動 確認鋁管可以順暢轉動 在螺絲朵朵朵 在螺絲朵朵朵朵 塗AB膠 鎖入剛剛公完牙的孔位 記得調整螺絲與滾輪保持垂直喔 A,B膠固化之後 你的手搖手柄就完成啦 來看看改裝後的效果 只要輕輕一搖 夾具就可以快速調整 不再慢慢轉滾輪啦 不管是固定電路板 電子零件 還是模型製作 這樣用起來更順手更高效 我試過十幾款家具 這款小虎錢最符合我的焊接習慣 當然 每個人的習慣不同 找到最適合的工具 才是最好的工具喔 這次的改裝簡單又實用 希望對你有幫助 如果你也喜歡這類的DIY改裝 記得按讚、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是小鈴鐺 下次我們會再分享更多有趣的DIY工具 或是改裝技巧 咱們下次見 掰掰